早知道 我尼可不要认这个爹 我也不要他去冒险 不要再钻牛小尖了 小燕子现在遇到什么 我们还完全不确定 唯一可以确定的心 是你那两件 比生命还壮的错误 你这个小燕子一起失踪了呀 在环珠格格中 金索被很多人骂自私自利 尖酸刻薄 甚至认为金索就是一个多余的角色 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这还真的冤枉了金索 其实金索就是紫薇的另一面 在环珠格格中紫薇 知书达女 善解人意 有时候也很引人大度 这让人们对紫薇好感十足 但同时也对紫薇的仆人 见好闺蜜金索骂声不断 因为金索在很多时候 都是维护紫薇的利益 甚至为了紫薇 会去得罪很多人 其实金索就是紫薇的另一面 所有不符合紫薇人设的事情 就都有金索被了过 更多时候金索就是紫薇的嘴贴 可以说金索是无时无刻在维护紫薇 当紫薇为了找地 来寻求小燕子帮忙的时候 紫薇不愿意低声下气 金索则是一句我们试来助人 而当小燕子背着信 生死不明的时候 紫薇内心自责无比 一旁的金索则是开导说 又不是我们逼他这么做的 这不妥妥的绿茶表现 在后面小燕子成为格格后 当街巡游 被他们看见后 金索又是对小燕子痛恨无比 只言是小燕子骗了紫薇 其实这时候的紫薇也是有怀疑的 只不过他将这份怀疑藏在了心 最后又金索来当了个坏人 我都没办法相信 还珠格格是个骗子 是个很有心机的人 他看来天真的不得了啊 两位少爷不知道 他骗人的功夫啊 是老道极了 当初我们也找到他的道 他在北京的好多地方都设过骗局 反正骗死人不偿命 金索其实是紫薇的另一面 扑择了自私监狱 每当紫薇想不开的时候 都是金索来给紫薇解开心急 当紫薇进入府家 而他说小燕子可能有难言之隐的时候 金索也第一时间跳出来反驳 只言小燕子骗人功夫高强 而在之后 听说如果自己继续认定 小燕子可能会掉脑袋的时候 紫薇内心是十分矛盾的 但是金索却又坚定了紫薇认爹的心 使他告诉了紫薇 有些事情可以放 有些不可以 从明面上看 金索很多时候十分自私 但是仔细看 就会发现 金索的所有不讨喜 全部都是源于紫薇 都是在替紫薇出头 可以说 金索是最维护紫薇的一个人 因此 这也让他成为了很多人眼中的恶人 但事实上是 金索做的一切事情 都不曾是为了自作 金索对紫薇的忠心 和容嬷嬷对皇后的忠心仪 哪怕是在恶 他也会愿意出头 作为一个仆人 金索为了紫薇 贝勒过 但是金索却依旧选择维护紫薇 在对于各种非议面前 金索承担了紫薇的依案 让紫薇看起来变得更是顽目 但殊不知 这些背后依案的依案 原来都是金索在嬷嬷承担 那有件事情 你一定要随时把它放在心上 什么事 如果路上有机会 可以对皇上说出真相 你千万要把握 不要顾虑这个 顾虑那个 把机会又给放过了 金索对紫薇有多忠心 金索对紫薇的维护 表现在很多细节上 当紫薇让小燕子 打探消息的时候 金索还提醒紫薇 要小心小燕子 当紫薇要进宫的时候 金索也提出来自己要跟着 其实就是为了不让紫薇受苦 哪怕是紫薇被皇后陷害一档 金索也永远会第一个 扑上来一档 在小燕子要教他们武功的时候 紫薇十分拒绝 因为她不愿意 让自己失去了淑女风法 但是金索却不同 为了能保护紫薇 硬着头皮来徐 最后差点勒死自己 当皇上难寻的时候 金索对紫薇更是各种叮嘱 还希望紫薇不要有所顾忌 要有机会就表明身份 可以说 紫薇全部不愿意做的事情 金索都第一时间代替紫薇说了 做了 这也就让金索在观众园中的口碑十分长 但事实上 金索却没有为自己考虑过 哪怕是在自己婚姻大事上 金索都是听从紫薇的安排 从来都没有过任何愿意 所以 紫薇越完美 就说明金索背的锅越大 也足以说明 金索就是紫薇一暗的秘密 她的存在 让紫薇少了很多争议的地方 也变得更加完美了很多 所以 别再骂金索 金索也不是为了自己 她的自私自利 全部都是为了紫薇